8楼景观台只要短短38秒 这里是台北101 曾经是世界最高楼 拥有东芝制造的高速电梯 称霸世界最快电梯11年 不过接下来要被上海中心大厦给比下去了 一个20年前便开始的计划 目标是打造上海最醒目的地标性建筑 位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经贸区 上海中心大厦即将开业 内部共127层楼 包含购物商场 办公区 五星级饭店和景观台 将成为全大陆最高建筑 其中电梯由森林制造 从地下二楼直达119楼景观台 只需要短短55秒 等于秒速只有18公尺 既然建了这么高的楼 那就必须有快速电梯 这电梯每秒可以上升18米 55秒就能够爬到119层 上海中心大厦含尖顶为632公尺高 是大陆第一高楼 电梯急速奔驰 不过目前能和它并驾齐驱的 就属楼高828公尺的杜拜哈里发塔电梯 同样每秒速度18公尺 一分钟可直达景观台 之前还有广告 以德国跑车和这台急速电梯大对决 净根在后的则是日本横滨地标大楼的电梯 每分钟可达750公尺 一秒12.5公尺 另外预计在2020年完工 高度超过一公里的沙烏地阿拉伯吉达塔 则将配有最快的双层电梯 一秒上下10公尺 全球的摩天大楼不止比楼高 电梯也要比标速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